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我来用我的亲身体验来告诉你 那么房车来说呢 可能冷冻要远比冷藏重要 这个怎么说呢 比如说你从家里出发 你采购了一些食材 那么可能中间有大头都是冷冻食品 比如说猪肉 牛肉 这些东西 包括饺子 当然我比较喜欢吃的这个馅饼 这些东西呢 你不冷冻的话 它没法储存 但是冷藏这一块呢 好像需求就非常的低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买房车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有个大冰箱 那么我的冰箱也足够大 有138升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长期的一个使用 我发现呢 其实冷藏的意义并不大 主要还是应该冷冻 这样呢 也有很多车友把自己的房车上的小冰箱给去掉了 然后重新换成了冰柜 这种情况很常见 在我认识的几个朋友里面也很常见 就不要冰箱了 直接换成冰柜 完全是冰冻模式 这个呢 虽然说有一个极端 但是仔细想想也是对的 一个方面呢 我们来讲 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 你炒的菜也好 你做的米饭也好 基本上都是一顿或者两顿吃完 很少有这种要隔个一两天来吃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冷藏啊 这个必要性不大 另外一点 我们房车在路上开的时候呢 它有颠簸 如果说把你的剩菜剩饭就放在冰箱里冷藏的话 有时候会傻的到头都是 如果遇到路面颠簸的情况下 所以说这也不合适长期放在这个冷藏里面 然后至于说什么鸡蛋呀 蔬菜呀 这个东西啊 像我们做候鸟的人啊 其实就放在车外面啊 就放在这个冰箱外面 也不会坏啊 也不会坏的那么快啊 放个三四天是没有问题的啊 也不用过于担心啊 这样的话呢 这样一想的反而这个冷藏的意义就不大了啊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想喝这个冷冷这个这个冰冻的啤酒啊 那你可以先事先把啤酒呢就放在这个冷冻室里面啊 你随时想喝的时候呢就提前放一下 然后拿出来就OK了 那所以说这个冷藏的意义呢又选择不大了啊 你不能说完全说冷藏没有用了啊 只是相对来说冷冻的意义要远远的这个比这个冷藏要重要 这也是很多车友放弃了这个冰箱的冷藏功能 而只保留了这个冰柜的冷冻功能的一个原因 另外来讲啊 如果说你是旅居的状态啊 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旅居 比如你在温汤旅居 或者说你在瑞丽旅居 或者在庐山旅居 那么这个时候冰箱的这个这个这个冷藏功能啊就更不重要了啊 比如说你你吃些东西 你吃些蔬菜啊 比如在在瑞丽也好的 温汤也好 走路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菜市场 你完全可以每天去采购新鲜的食材啊 那远比这个冷藏效果要好很多啊 而且呢 自己也可以散散步啊 比如说是连散步连这个采购食材 都同时同时做了啊 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那么这样来看呢 那个冷藏作用更不大了啊 冷冻嘛 主要就是一些你吃一些你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北方的朋友想吃羊肉了 那么南方可能羊肉不好 那么从家里带过去的羊肉比较冷冻啊 像这种情况 那么冷冻还是非常有用的啊 像我这个喜欢吃 刚才我说喜欢吃那个馅饼 如果说是不冷冻它也没法储存啊 因为你不可能说每天去买馅饼 有时候你根本就买不到啊 所以只能是从网上采购或从家里带过去一些 就必须得冷冻的啊 所以冷冻要比这个冷藏重要的多啊 所以说以后你如果说入手房车的时候 这方面呢 你可以作为一个考量啊 在选购冰箱的时候你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啊 这都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前人的一些经验啊 就是房车使用人的一些经验 这个对于这个冰箱的一个实际体会啊 希望你们这些人可以采纳或者听进去啊 那么另外呢 有些已经采购已经买了这个房车朋友呢 它的冰箱可能比较小 可能只有80升啊 那么冷冻就特别的小 那么那么你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再采购一个12伏的小冰箱啊 这个而且主要是以这个冷冻为主啊 12伏的 带压缩机的 那么我的卫店里面也有啊 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这样的话呢 可以扩充你的冷冻的容器 或者说呢 在你的电力不是很足够的时候 或者说你不想过多的浪费电的时候 不想开那个大冰箱的时候 你可以开这个小冰箱啊 大概45 40多瓦啊 40瓦到50瓦这个样子 呃 可以更进一步的充分利用电能 合理利用电能啊 比如说你呃 履居下来以后 只靠太阳能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下在云南太阳好啊 呃 太阳能板有比较多的时候 那你完全可以不用开大的冰箱啊 只要有一个小的一个小冰箱啊 像这种 我卫店里的这种小冰箱啊 40多瓦的啊 就足够用了啊 包括冷藏都这么一种用不上啊 因为每天都去采买新鲜的食材嘛 好 关于这个冰箱的一个实际使用体会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呢 跟我交流 我的微信号在这里 呃 如果你有什么心得体会 愿意跟我交流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交流 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